欢迎回到老王说 大家好我是老王 如果想要求财 大家通常都会去拜财神爷 例如文财神或者是武财神 如果你老是求不到财 很可能是求错了 根本不在他的管辖范围 怎么可能求得到呢 今天的神明揭秘 就会告诉你财神爷的所有种类 赶快把影片分享给想要求财 或者是让运势更好的那些朋友吧 关于求财 有些人会去拜正庙 有些人则跑去拜音庙 更有些人则去求了泰国鬼牌 但是要提醒大家 之前我们众将头的六种迹象也说过 泰国的鬼牌有非常多是商业的 因此购买钱一定要三师 给各位看这张牌 他说里面有女灵 但是这根本就是韩国女团的照片 还有这一个 这个就林志玲啊 志玲姐姐还健在好吗 还没有求到财就先被诈骗 这就不行了吧 今天我们要来说 和财神爷有关的灵异故事 故事来自灵异公社 接下来的故事 老王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某一天 住在台北的两兄弟 到某间有问世的庙去询问神明 这间庙比较特别 是供奉文武财神 哥哥跟神明说 最近都赚不到钱了 日子快过不下去了啦 希望财神爷保佑让我赚大钱 财神爷透过机身跟他说 你是要钱还是要命 那哥哥回答 当然是要钱啊 都快活不下去了啦 请你赐给我钱财啦 财神爷透过机身又问一次哦 你要求钱还是要求命 哥哥犹豫了一下说 我真的是要求财啦 因为我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啦 没有钱怎么会有命啊 我只怕穷而已啊 拜托啦 当然要求财啊 后来财神爷又问他 你确定要钱不要命吗 哥哥还是说 对啦 我只要钱啊 这件事情过了一个月啊 往一天弟弟来了 弟弟有点生气的就对着这机身骂 引起旁边的人围观包含我 弟弟又说 如果有什么事情为什么不直说啊 为什么啊 还我哥哥命来了 那旁边的人才开始安抚弟弟哦 那弟弟才说 前几天我哥哥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突然昏倒 送去医院就不治了啦 这时候庙方的人出来说了哦 已经再三询问了啊 他就依然要钱了 财神爷早就知道他身体有问题 无奈也不能明说嘛 他的福分呢 只能从健康跟财富之中得到其中一项 毕竟当事人他就只要钱 那神仙也救不了他啊 那么换主的是你 你要钱还是要命呢 后来这个弟弟啊 哭着就离开庙宇了 真的是兄弟情圣啊 接着呢旁边有一个人 才说了另一个故事哦 他说 有个人叫做小帅 他玩六合彩 玩得倾家荡产 卖掉了最后一块主产地哦 准备备水一战 那跑去屏东某间音庙求财啊 小帅就发笑重视 只要让他牵中名牌 不论神明要什么他都给 后来非常巧的啊 他看到对面有一只狗走过去 那卖控肉饭的店家呢 店家里面包含老板哦 有四个人 狗的台语就是狗 控肉饭的控是零嘛 那四个人呢 也就是四 他就牵了九零四 结果开奖 一个号码不查就是九零四 那小帅就中大奖了 开心的跑去主头那边 领巨额采金 正当他拿着满提箱的钱 高高兴兴地跨出主头大门 就在马路边 被无照驾驶的年轻小伙子撞倒 当场离世 而那辆造货的车号啊 四个数字的最后三个数字 竟然也是九零四 大家听完了 几乎不可思议啊 有人说这就是那个阴阳要他的命吧 也有人说 其实这只是提前把自己的福分领完罢了 有时候拜拜 拜一个身体健康好过一切 有非常多信徒 其实家中都有拜拜 其中一位的故事也很精彩 事情是这样的 我家里有很多的神明 但都是因为有特殊的缘分才开始供奉 那其中一位神明呢 就是财神爷 供奉这尊财神爷也是因为缘分 是因为我妈以前上班的时候 认识一位女同事 她叫做小美 小美在她的租屋处 供奉了这一尊财神爷 使得她的业绩有很好的成绩 公司里的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后来小美交了一位男朋友 这男朋友外表温文如雅 行为秀气体贴 不过小美其实有跟我妈抱怨过 这男人并不像表面的那么好 实际上呢 她只要事情不如她的意 就会对小美动手动脚 常常让小美身体多是伤 而男生也在交往的时候 顺势的跟小美同居 并且希望财神爷也能够一起帮助她 让她在工作上面能够大展宏图 不过财神爷不但没有帮助她 她反而在工作上每况愈下 以为有神相助偏财运会更好 就跑去赌博 更是输了一屁股的钱 所以一回家就找那一尊神像出气 这个神像被小美的男朋友摔断一只手 其余身上各种伤痕更是不及其数 当时小美认为这样不妥 就跟我妈说 她跟财神爷的缘分已经尽了 想要给我妈供养 但其实我们大概都知道 小美一定是觉得手都断了 里面的神一定也跑了 但是神像也不可以随便的处理掉 所以才想要找一个新主人 这个神像的样子是藏传佛教的模样 所以财神爷长得并不好看 所以新主人找的过程也不是这么的容易 况且衰端的神像 还有谁会愿意接收起来 再花一笔钱去修复呢 我妈是说 愿意先把神像带回 但会找我爸的朋友问问 看要怎么处理比较好 因为我爸的朋友是天生就可以通灵的 不过没有在收钱办事的那一种 我妈又想说也许这样可以帮这尊神像 尽一点心力 有一次我爸因为工作上的关系 就要找那位会通灵的朋友谈一谈 顺便也想说 来问问这个财神爷的神像 还有没有神明在里面 有的话就修复供养 没有的话就照着仪式处理化掉 没想到我爸一进门还没开口 那位会通灵的朋友就开口了 哇 你后面好大一尊财神爷跟着你进来了 财神爷要我跟你说 放心照着想做的去做就好了 财神爷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有做什么事情吗 我爸认住了 因为这件事情除了我们家人 根本没有跟外人讨论过这件事 他事后就依照我爸的想法 把神像给修复并且供养了 反正有缘嘛 我爸的通灵朋友也表示 这个财神爷高大神武面目庄严 其实没有长得像神像那么可怕 后来也在我爸的公司里面 为财宝天王打造一尊更大的神像 而小尊的神像就留在自己家里供奉了 说也神奇 我们家竟然从此经济状况豪转起来 可是小美却在某一天跟我妈说 她要把神像给带回去 我们家虽然傻眼 但是她毕竟是原本的主人 也就顺了她的意思 只是有趣的是 过没有多久 小美又屁颠屁颠的跑过来我们家 还双手恭敬的亲手将神像带来给我们 说从此她不会再要回去 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我想一定是非常有趣的事 才会促使小美不得不把神像再送回来 接下来是神明揭秘 所谓招财 招的不只是钱财 运势运气 这也属于招财的一环 所以就算你不求财 求贵人帮助 这也属于招财的一部分 财神是负责掌管金钱与财富的神明 会随着地区或者是信徒行业而有所不同 那么财神的起源又是从何而来 以下所说的都是从历史书籍 或者是网络文章所归整 如果有说错的地方 也请大家给予指教 让我们来说财神的起源 财神真正被众人膜拜为财神 是从五路财神开始 五路财神是由五位神仙共同组成 分别是五路财神之首 玄台元帅 赵公民统领 敬保天尊 孝生 纳征天尊 草宝 招财使者 陈九宫 历史仙官 姚绍师 等四位神仙 这四位神仙 专门负责 银祥纳福 商骨买卖 那么就由赵公民负责统领他们 赵公民又为什么会变成 五路财神之首呢 明朝时期的三教源流收成大权 有记载 赵公民是中南山人 头戴铁罐 手持铁鞭 连斩满人的胡须 除了能够驱雷一殿 呼风唤雨 还可以去除瘟疫 致病 如果遇到有人有冤屈 还会站出来挺身而出 如果是买卖求财 更是他擅长的事情 有个故事是这样的 赵公民家境贫寒 小小年纪就开始为木材商 做长工背运木材 他诚实 守信 为人仗义 深得公有信任 木材商也十分欣赏他 经常给他奖励 慢慢的赵公民也赚了一些钱 于是就自已当起了老板 做起了木材生意 由于他讲诚信 胸怀宽广 大家都很信赖他 真的跟他做生意 过没有几年 赵公民就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富商 富裕起来的赵公民 还一直保持自己仗义的本心 这从帮助贫困百姓 助人于危难之中 某一次 有个人向赵公民借了百两银子做生意 不想遭遇了天灾 亏了本 无力偿还债务 赵公民知道以后 便跟他家里要了一个碗 拿了以后就说 我们的债务从此抵消 后来那个人感动 反而更拼命地去赚钱 有钱就赚的那一种 最终还给赵公民十倍的钱 赵公民不但为富行人 而且声名大义 还亲自参军打仗 支柱均需 由于他讲信用又声名大义 极众多美德于一生 死后就被封神为武财神 从此人们就尊他为武入财神之手 说到武财神 那么当然不能错过文财神 《道教》里面有一本书叫做 《财神正朝全集》 里面有一位守财长征笔真人 据史书记载 笔干是义桑的三大忠臣之一 从小就聪慧勤奋 文人正职刚正不阿 他检举了妖后妲己 反而因为这样害死了自己 笔干过世以后 欲望大帝认为 笔干爱国爱民又无辜被害 无心则不偏心 因此封他为文财神 并斥以金圣孔雀为座棋 从此就有了文武财神 但是其实各行各业 要拜的财神都有小小的差别 武入财神扶责各东西南北中等区域 所以丘才拜他是绝对没有错的 还有一位必拜的 那就是福德正神土地公 福德正神掌管土地福分 如果今天你的所在地 你让武入财神知道以后 接着你要去禀报土地公 让土地公一起加强你的财运 接着再看你的工作 来去拜特定的神明 例如 官圣地君属于武财神 非常适合像是警察 业务 骑车或开车的工作 或者是各种拿刀的工作 剪刀也算了 这类型的工作 特别去求官圣地君 请他协助让自己财运 或者运势更好 会有加成的效果 韩信属于偏财 非常适合全职投资者 或者是会有人买来投资的营业员 例如房仲或者是股票类型 虽然说偏财 但是并不表示它是让你得到天才 而是这种类型属于偏门 韩信能让你偏门的正才更多 钟馗 钟馗有无鬼 无鬼能运财 钟馗非常适合做贸易商业的 你卖饮料卖便当多算 银行业 珠宝银饰这种 只要跟买卖有关的 统统都可以拜 下一个 弥勒菩萨 非常适合服务业 尤其是那种要常常保持笑脸的 只要你去拜 并且在心中告诉自己 要像弥勒佛一样 发自内心 发自内心的微笑 那会有加成的功效 会让你照来财运和贵人 财宝天王 各位应该看过 庙内里面会有四大天王 持国天王 增长天王 广目天王 多文天王 多文天王也称为财宝天王 是古印度的财神 如果你是做吃的 或者是你的公司位置 在十楼以上 就非常适合拜多文天王 有时候去庙内 可以特别参拜一下 祈求多文天王 带给自己财运和好运 接着是文昌帝君 只要你是师自辈 或者是任何庞姿 都能拜文昌帝君 例如医师 就会有护理士 例如律师 就会有助理 诸如此类 只要是同公司 庞姿都可以 建筑师 设计师 各种搭上师的 通通都能求文昌帝君 带来好运跟财运 接着是 城皇爷 如果你是属于管理职 或者是研究类型 调查类型 像是征信社或检调单位 都能拜 就能拜城皇爷 让你的运气提高 或者是财运加强 天上圣母 渔业类型的 非常适合 卖海产的 也属于渔业类型 当然啦 跟水有关的 也统统都算 接着是 太子爷 如果你是运输类的 大货车 游览车 砂石车 可以特别求太子爷 还有另外一种 可以特别求 就是饶师类的 求太子爷 让你的学生乖一点 接着是 猪八戒 如果你是八大特种行业 酒店类型 常常需要陪客人的 哪怕是服务生 都可以拜 下一个 虎爷 虎爷其实大家都常拜 因为大家都知道 会咬钱嘛 但如果你的工作 常常需要出力 就可以特别求虎爷 健身房教练 或者是初工 只要能用到力气的 通通都可以 特别来去求虎爷 下面一个 九天选女 只要针对女性销售类 服饰衣服珠宝 首饰香水 各种你想得到 能卖给女性的 都可以拜九天选女 而且会有奇效 最后加码一个 这个老王觉得非常特别 你知道电脑工程师 要特别拜什么吗 要拜雍正 因为雍正特别能治 八个 开个玩笑 总之不管是求正财或偏财 最重要的就是 新陈哲林 平时就要多烧香 不要总是临时抱佛脚 而且要偿还偿借 裁员就会滚滚来 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 我是老王 我们下次见